哈喽 主要各位观众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下午出席活动 不过外界最关心的当然就是 接下来台北大剧一段 有没有可能迎来台语歌后二姐将会来付出开唱呢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台北市还有高雄市现在呢 也上演了抢人大战哦 所以我们确实呢是可以看到 像是陈契玛也喊出说呢 他这里也是努力在接下来江会 那来看蒋万安对于高雄来抢人 他有什么样的回应一起来听 当时的考量完全没有任何所谓政治 或者单纯只是演唱会经济 而是大剧弹这历史的一刻 当他要举办历史上第一次飞蹄塞事时 我觉得国人大概也一致的认同 也只有二姐江会是可以匹配这历史的一刻 只有江会可以匹配这个历史时刻 这句话呢蒋万安竟然讲了两次 所以可以看到呢台北市政府这里 非常希望呢江会确实可以来到台北市这里 来付出开场哦 那在之后台北另外问到另外一题 也就是有关于李四川来选 2026新北的可能性哦 因为基隆市长谢国良呢 现在喊出他是非常力挺的 那蒋万安这里也被问及了他的态度 来看蒋万安是如何用江会的一首歌来回应 我会跟川北唱一首歌 我会跟你干吊吊 目前江会有没有办法在10月5号的国庆晚会在大剧弹的这一场 又或者是年底有没有可能呢来在大剧弹付出开唱呢 对于这相关有没有个可行性呢 台北市政府到现在是还没有松口的 不过呢却是对外表示呢 一定会极力的争取 也是为你找过的最新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